電影《狂野》主持 陳子芬 《漫漫梅迦露》LION 看這部電影的頭半部的時候 還以為自己入錯了戲院 明明海報寫著有荷里活 紅星駐見的Nickel Kidman Runi Maura、Deaf Patel 原來做了一部電影還以為是印度片 原來其實《漫漫梅迦露》是講述 五歲的印度小男孩薩佬 因為坐錯了火車而和家人失散 獨自流落在距離街鄉數千公里的 加爾郭塔街頭的 導演 Garth Davis 呈現出 加爾郭塔街頭的面貌 將五歲的印度小男孩 獨自流落在街頭 那種飽受迷惘、驚慌、飢餓之苦 拍得非常全神 當這個小男孩幾經輾轉 他獲得來自澳洲的 善心夫婦收養 令到上半部所鋪排的劇情 由地獄般走到像天堂一樣的澳洲 令到飾演仰舞的Nickel Kidman 首次出場有如聖母一樣 令到小男孩有新希望 令人感覺到人間有情 拍片的下半部 講述二十多年之後 小男孩也長大成人 由Death Patel 飾演的 薩魯的成年版 成名於一百萬零一夜 幾年之後 也明顯看到 Death Patel 在演技上進步不少 薩魯決定面對 心底最深的渴望 搜尋回家的路 和失散的家人重逢 薩魯對家人的牽掛 Death Patel 演出了令人自然 但仍然聯想和連結 上半部小殺佬的遭遇 就是Death Patel 飾演的 童年回憶 這一點不得不讚賞 Death Patel 對角色的投入 以及用八個月時間的準備 難怪演出時半功倍 並且自己家鄉的地頭 即是英國 贏得英國奧斯卡巴哈查 最佳男配角 另外Nickel Kidman 飾演的是 愛心仰舞 現實之中 Nickel也有領養這個小孩 所以找他演出實在 找對人選 其中Death Patel 和Nickel 的一場對手戲 若無否白 為何要領養這個小孩 Nickel 的演出也非常精彩 最後故事的後段 薩魯憑著毛的記憶 借助新科技 Google Earth 千里搜索 據聞 Google 也有輔助這個拍攝 這個做法不僅省下不少CG 在製作上的製作費 更加令到電影感加強 實在一舉兩得 導演也是來自澳洲的Galph Davis 拍過不少廣告和電視 可以看得出 拍攝技法也是非常純熟的